網傳視頻顯示 11月7號晚 重慶楊家平開進裝甲車及裝香紅路 8號零點封控楊家平及石坪橋指崗片區 圍上水馬和多民眾連夜開車跑路 往八南方向的道路出現大災車 劉先生剛做完手術 傷口還在淌血 需要到醫院覆查 目前住在于北區 手機號屬地是楊家平 健康碼被人為變成黃碼 導致他去不了醫院求助護門 重慶村民蔣先生表示 農村的趕集都取消 沒有收入了 唯一比城裡強的是不用搶購蔬菜 家裡有種菜 清唐人記者雄斌 陳傑採訪報導